《約翰福音》第十三章 如月節之前,耶穌知道祂的時候到了,祂要離開這個世界,回到父那裡去。 祂在世上傳道的時候,一直都愛祂的門徒,現在祂要愛祂們到底。 吃晚飯的時候,魔鬼祖以疏使家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出賣耶穌。 耶穌知道父以將掌管一切的權併教給祂,並且知道自己是從上帝那裡來,要回到上帝那裡去。 於是祂起身離直,脫下外衣,放一條毛巾束在腰間,然後倒了一盆水,開始為門徒洗腳,並用束腰的毛巾擦乾。 輪到西門彼得的時候,他對耶穌說:「主啊,祢要給我洗腳嗎?」 耶穌說:「我所做的,祢現在不理解,但總有一天,祢會明白的。」 彼得反對說:「不,祢絕不能給我洗腳。」 耶穌就說:「如果我不給祢洗腳,祢就不屬於我了。」 聖門彼得哭著說:「主啊,那就不止洗我的腳,連手和頭都洗了吧。」 耶穌說:「洗過全身的人不需要再洗,只要洗一洗腳,就都乾淨了。」 你們這些門徒是乾淨的,但不是每個人都乾淨。 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,所以說:「不是每個人都乾淨。」 耶穌給門徒洗完腳,後又穿上外衣,坐下來問他們:「我剛才所做的,你們明白嗎?」 耶穌說:「你們稱呼我老師,稱呼我主,這是對的,因為我本來就是。」 耶穌說:「我是你們的主,你們的老師,尚且為你們洗腳,因此你們也應該互相洗腳。」 耶穌說:「我給你們樹立了榜樣,我為你們做的事,你們也要這樣做。」 耶穌說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勞勃不會高於主人,是者也不會高於派他報信的。」 耶穌說:「現在你們知道了這些事,如果照著去做,上帝就會恥福給你們。」 耶穌說:「我不是對你們所有人說這些話,我認識我所簡選的人。」 耶穌說:「但這應驗了聖經上的話,那吃我飯的人,竟背叛我。」 耶穌說:「我預先告訴你們這事,好讓你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,可以相信我是基督。」 耶穌說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凡接待我的事者,就是接待我。」 耶穌說:「凡接待我的,就是接待差我你的父。」 耶穌說